大家好,歡迎來到Botchains Channel Bitcoin在記者之間跌了大約40% 而Crypto的市場市值急速下跌,現在連2T都沒有 有很多人承受不住市場的壓力而爆倉 也有很多人因為買現貨,帳面數字損失了很多 但也有投機者因為今次急速下跌,Short to Zero 從而和利 今次的動盪令到人認為Crypto市場已經入了紅市了 雖然是不是真的入了紅市,仍然有待相確 大戶和機構會不會加碼進入市場,再掀起一波小牛 都是未知之數 畢竟主流加密貨幣在資本市場的屬性並非像黃金 藍籌股一樣鮮明 但有一點我們很清楚就是 正如Binance的CEO在Twitter說了一句 If you can't hold, you won't be rich 但今次Market Corrections 畢竟是一個好機會令到一群幣民回到基本面 在準備子彈拌底或者等待市場反轉期間 海流地或者發掘更多優良幣 當牛紅反轉的時候就可以買回合的幣 說回頭,今次回調清不切倉的話 導致整首蟹貨 如果不想cash out繼續hold 我們仍要去做好準備和了解 在紅市怎樣做counterplay 我們BallChains今天簡單教大家四招 會用手上的蟹貨全錢生利 第一招我們去做staking 參考下面的表 除了直接做節點之外 大家都可以選擇把資金放在一些Device的project 作支壓賺取離食 例如AAVE或者Cream等等 再方便一點的 更可以透過中心化交易所參加Device的項目 但有可能會被吃夾君 值得一提就是PoS利用了Game Theory的概念 是不願意確保項目的穩定性和防止造假的 有關Game Theory的PoS的分享 將會再拍片長淡 第二招做legality的provider 做LP是指你為你選擇的pool 提供資金的流動性 每當日在你投資pool裏面做交易 就可以獲得相關交易額的一定百分比 只要市場有利可圖 無論在牛熊市都有很多的交易量 每個Desk或者Set的LP reward都各有不同 例如Pancake Swap、Sousie Swap 做LP收取的獎勵就是它的平台幣 而Uniswap收取的交易費 就添加到流動池 例如你在Uniswap上面 一個USDT、ETH的交易池裡面 提供了對等的ETH和USDT 為AMM提供流動性 就可以從中在其他投資者 作交易的時候收取手續費 第三個方法就是使用和支持The App 市場上面有多以Botchains為中心的項目 有些更加是日常生活可用到的產品 例如Brave這個browser 在工作或者在家上網的時候 都可以用這個browser 一邊上網一邊賺Bets Token 雖然不多 但總算在沒有成本之下獲得它平台的Token 而Brave使用的體驗實用之好 可以自用幫你Block Ads 而自己不需要再下載Block Ads 所以除了Stronghold 我們更加可以身體力行 支持幣圈項目的發展 才可以提升整個生態圈的穩定性 第四招可以做礦工 如果大家平時有追開潮流 有玩PCGame 可以考慮在空月的時間做礦工 而選擇哪一個幣應該先拋棄它現在的價值 而更加著重它的升值潛力 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怎樣掘礦 就期待我們之後的影片 值得一提就是 無論做Staking或者做LP 大家都要謹慎 在Crypto的世界 蠻頭烏鷹隨便投資 是很危險的 甚至現在很出名的Sousie Swap 都曾經出現過創辦人拿錢走人 甚至有很多不倫不倫的Dex 以高APY吸引很多人購買它的代幣 而增加它代幣的價值 然後大量套離 令到很多人因為這樣而招致損失 例如最近在連登都有人踢爆 有人吸引其他人去買GingerCat 整個價格而自己手持大量貨 就立即套離 令你損失幾倍甚至幾十倍 雖然這個不是Dex 但這個手法 在Crypto都經常見到的事情 以小博大雖然是Crypto的特色 最有名的就是Safe Moon 但並不是有很多這種的例子 所以請衡量自己的風險承擔能力才投資 我們非常之建議先看完它平台的白皮書 才投資 但都相信好少人會這樣做 即使沒看 但都希望大家可以看回你投資產品的KPI 例如如果是Dex的話 就要時刻留意它的Total Value Lock 如果Total Value Lock突然之間急急下跌 就要提防 以上四個方法其實都是衍生很多不同使用的場景 例如招式一 Staking中因為有很多林林順順的DeFi Project 而中心化交易所中的Saving 會因為借貸的需求和抽水的比例而變動 加上每一個DeFi Project都是它的平台風險 資金利用率 流通路徑 鎖定期 以及回本市場等 所以我們將會以一連四集逐一解釋 最後我們會講一講這次回調的看法 雖然很多幣圈社群都把這次紅市掛在Elon Musk上面 但其實把紅市和它發現的直接關係恐怕有點矛 Trader上面有過白知名的幣圈帳號 在今次回調前面都沒有提到或者暗示到幣圈已經在最高點 加上著名Bitcoin發色師Wilililu的NVT ratio 都顯示Bitcoin現時仍然處於一個健康的宏觀增長階段 我們相信幣市今次的回調和恐慌下殺 主要是因為散戶引起的連帶關係 而中心化交易所更加是促成了今次大跌的幫兇 這段交易所提供了散戶在永續合約裡面 非常之高的控股比率的交易光息 最高可以達到125倍的控股 當市場下跌的時候 幣價會因為自動強制平倉的合約而下跌 更多合約因為市場下跌被迫強制平倉 而強制平倉又會導致價格下跌 連銷帶打一下造成幣價大回調 三日前更加超過90億的美金 在24小時裡面遭到清算 這麼暴力的價格移動會令到潛著的機構投資者猶豫 是不是應該分配更多的資本進入Bitcoin或者ETH 但今次的調整確是一場洗禮 將過度瘋狂的投資者消除 至少現在虛擬貨幣市場 又變回之前更乾淨的市場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熊市應對的方法 歡迎在下面分享你的做法 之後的影片 我們除了會教大家怎樣掘礦 也會詳細分析和說明 投資crypto注意的事 所以大家記住 subscribe,like和shar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最新的update 我們今集Bordchains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